R32空桥如何收服 开机制冷状态 现在看压力表 是十个压左右 迅速关闭细管 就是高压管 这样的话压缩机的气体就不会排出 挂机一般等待 三十秒左右 压力基本上为零 就可以关闭突发了 我们看到现在压力在不断的下降 这里呢也提示大家 32的制冷机操作有危险性 不是专业人员 不要操作 还有如果是跪机 或者是管路有加长 一般收服的时间呢 要再长个十几秒 好现在看压力几乎回零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迅速关闭出管 收服呢 其实就是把私立机 还有连接管路里边的福利昂 收到外机里边去 收服结束之后 迅速的关机断电 还有好多安装和家电清洗的师傅 想学习空调维修 我建议大家在看视频的同时呢 多看一下书 进行系统的学习 这样呢 理论结合实践 才能学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